哎呀这浓油吃酱的感觉这不就来了吗 哈喽大家好我在上海 上海有这样一家面馆 本邦面馆开了好多年 可以说毫无环境可言 尽管是这样 也可以吸引来很多明星专门前来打卡 如今也是因为拆迁 旧帽换了新颜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去 让我们一起尝一尝 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了 他来了 淡水路 建国东路 胖子面 人文庙 十五年老店 旧帽换先衙了 人是真不少啊 十点半 我要一份红烧丝头拌面 加一份辣酱椒 辣酱 差不多了吧 环境是好了 但是以前的那个气质啥的人还在啊 墙上是记录了当年的那些光辉岁月 原来的招牌 文庙路 一一一一三 一点不吹 我都已经坐下了 十点三十八 坐满了里边 没多大空间也坐满了 丝子头辣酱 拌的好看一点啊 哈哈哈 好谢谢 他家扫掌柜的争斗 看我时候过来拍视频嘛 说拌的好看一点啊 可以关照的厨房 红烧丝子头辣酱之后 里边一碗清汤 是不是就有一种浓油赤酱的感觉了 这橱头跟以前吃的感觉一样 又面又啥 而且块还大 好吃 豆腐干 Q弹紧致 也很入味 微微的辣 真不错 拌面的味道应该更好吧 这拌面的味道是偏生的 这个是偏生的 如果吃不了生口 让它稍微多煮一会 这都是可以关照的吗 大肠水笋五个狮子头 不是 不是 大肠水笋五个狮子头 这是几个人份啊 我刚进来的时候 在我前面里有人 面加焦头 点了108元 面的口味呢也可以说是 刚刚好 刚刚好 辣酱焦的土豆很好吃的 清清口肠的狮子头 还不错味道 狮子头 里面就有蛋黄 里面是一整颗咸蛋黄 洗沙的咸蛋黄 油油洗沙的那种感觉 拌开拌到面里应该是更好 这样哎呀这浓油吃酱的感觉 这不就来了吗 真好啊 刚在点单的时候问了一下门口的 应该是受掌柜吧 才搬过来三个星期 这么看的话二十来天我来的算 比较早的了吧 应该还有很多人知道还没来 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吧 拌开了之后 面上直接就会裹切的 狮子头和甜蛋黄的味道 特别好吃 辣酱焦头 新天地的地的玩 吃一碗面还有汤 36多味吧 还行 不仅仅是一碗面 一碗面加一个焦头 还有一碗鲜汤 36 拌了之后我可以说是更好吃了 就整个面上包裹着 咸蛋黄 丝头 肉啊 蛋黄啊 特别香 真不错 还没到11点 这里面已经是人都传动了 就仔细看一下这个饭点过来吃饭的人 基本上都是中年人朝上的这种感觉 基本上都是附近住的吧 新天地淡水路千古东路这块 最后一口 这口肯定是贝儿爽 哎呀 哎呀 这个感觉这个味道啊 懂的都懂不懂的 光看着是不是也挺香的 哇 爽小小的一碗面 大满足 OK 又是吃饱和煮的一天 这个视频就到这 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